好,大家好,4月26晚的映画春秋 今晚有三位主持,有我Grace Atlas 還有Thomas,戲院終於等了1804天,終於重開了 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樣,是否很興奮 我是沒什麼感覺的 我也是,我也沒什麼感覺 因為已經是第五幕了,所以大家都是 有一題,挺好的,感覺到 其實到現在,我還沒去過八戳戶電影中心 雖然我看了三部電影 我也沒有,因為頭一個星期 你都猜到他應該要清倉 所以他上了那些舊片,我就沒機會去看 想看新片,我是拿不到票的 Thomas,你也拿不到票,是嗎? 我簡直是沒力氣,因為他也忽得很厲害 所以,等遲些再去吧 還有,今個星期那部大片 鄧不利多的什麼呢? 那部,我真的完全提不起興趣去看 我也沒有,其實我看完第二集 我還要是,不是進戲院看的 總之在電視看,不知道怎樣 看完,其實我已經沒什麼心機看 因為我覺得第二集拍得很難看 那我就想,第三集應該都多得空到吉小 雖然其實,那時JK羅琳說 拍六集,我想不如第三集就是這樣 不如他不是說五集嗎? 他不是說會寫五集出來嗎? 不知道啊 我看了第一集,之後第二集 那時候出街的時候,評價不好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系列比較黏黏 好像覺得他是為哈利波特讀者而服務 我自己也沒有再想看下去 現在第三集,即使他找了阿丹麥影帝 去取代Johnny Depp的位置 我也是沒有興趣的 默叔不行,雖然我喜歡默叔 但是因為他更換Johnny Depp 我是非常不滿的 我覺得Johnny Depp 完全是在荷里活的V2事件裡面 一個超級無奈的受害者 再者,其實剛剛Johnny Depp 他在法庭上那場直播的實錄 大家會覺得是好看電影的 我不知道遲些會不會有紀錄片出現 即是譯翻做中文給大家看 Anne Burford 這個蛇蠍婦人是多麼刺激的 其實這個我們之後他的進展 我們會遲些再八卦一下 我們其實這個好笑 一件事真的很好笑 當大家那天收到消息說 知道所有東西從光之後 其實戲院是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特首 他就說得不清不楚 就令到很多人都會誤以為 你吃肆就打兩針就可以 那你看戲是否要打三針才可以 其實Thomas 你們兩位 看到消息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錯覺 一開始他有一些傳媒 例如說信報 他就發了一個訊息 就是戲院打三針就開放了 但是他就把戲院打三針才可以進去飲食 還有戲院開放兩個消息是混合在一起 所以就令到人就有這樣的誤會 那戲院呢 他現在就公佈了就是說 他要跟隨這個疫苗通行證的規定 你四月末之前就打一針就可以進去 之後你就要打兩針 甚至打三針才可以進去戲院 其實很奇怪的 因為你的疫情是在緩和的 甚至你看南韓的戲院 是可以在戲院裡面飲食 那你香港的規定就是說 你反而在打幾多針疫苗可以進去戲院的規定裡面 其實是越收越緊的 其實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有件事我真的很想問的 我絕對相信衛生署也打不到 就好像我們有些朋友 他真的近期才開始去打針的 那你第一針就要四月底之前打 然後第二針你就之後就第二針了 那如果他很近期才打完第一針 難道你叫他隔一個星期立即打第二針 之後再隔三個星期再打第三針 其實你會覺得好像有些事情是為做而做的 好像很沒意識的 那你不是應該是相隔了某個時間 那些人才去打針 那你變成那些人就進不了場了 去到四月底之後 會不會其實是這樣呢 其實我有這樣的關心 就是進不進場就事少 但是有些地方你可能是一定要去的 你的疫苗通行症對你造成的阻礙就更加大 例如說你去食肆吃東西啊 或者是你去那些政府辦公室 你去處理重要事務 那些其實是更加容易擊倒你的 就是看戲這些是娛樂而已 是啊 因為如果我們工作上有時候入地盤 其實現在都要這樣 其實我不知道 我覺得好像很多事情很無理 不過算了其實這兩年都不斷是很荒謬的 所有事情都很不合理地發生的 他現在就給你一個選擇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戲院裡面所有員工都打了三針 和那間院裡面所有人都打了三針的話 那就可以在戲院裡面飲食 我相信他這個決定其實是針對一些VIP應員 就是那些貴賓應員 因為你知道自從戲院不給飲食開始 就是你這些貴賓應員 你將票是不可以賣到這麼貴的 你賣便宜了很多 那對於這些貴賓應員來說 吸引力一定是下降了很多 現在特首就說黃恩浩 讓你在這麼苛刻的條件之下去飲食 那但是那些戲院 似乎就不太令情了 他也是暫時都要堅持 說所有戲院不給飲食的規定 我認為是因為 你這條計劃是太容易引起爭辯 例如說你見到 你那間戲院裡面有 旁邊有一條人在這裡 抹開口罩然後在飲食 那你怎麼處理呢 可能就會有很多這些爭辯 還有他那些政策實在太混亂了 你都不 別說是那個戲院 我們觀眾都很緊張的 那我自己其實 我個人是打了針 打了三針 但是我也是覺得出現很麻煩的 就是我去看電影 又要刷卡 那張營煤通行政 就好像他們去餐廳那樣麻煩 現在已經去到 其實我覺得是有得看就要看 就是你給我的感覺是 有得看就要看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有空 那張營煤通行政策 就說 哎呀很危險 那他就關掉了 你也知道我們 香港和中國的世界 就是世界觀和這個世界是不接軌的 就是別人在開門的時候 他不知道為什麼會越關越賣 整件事好像很奇怪 那當我看到我已經有朋友 飛了去泰國那裡度假的時候 我更加覺得 我是活在一個平行時空道 頂了一塊 是啊 講開看電影 就是有些人堅持就說 我不打針 所以我也有個覺悟 我不會去戲院看的了 有些人堅守戲院文化 一定要等到戲院開 所有串流平台作品 都視為這個惡魔 萬惡串流 是 亦都有我們這些 等到法都白了 等到戲院開了 但是都要 就制於很多這些通行性的東西 當然 你一方面 我會這樣看 有些人就說 有得看就看 你不要這麼多話 有些人就說 一方面那些叫什麼呢 有些人的態度 就是很搞笑的 一方面就說 那些人進去戲院 真的犧牲了自己的個人私隱 但是另一方面 又會因為 有得去戲院看電影 又會覺得很安慰 這些都是前後矛盾 說不出廢話 看電影就看電影 再者 戲院 消失了一年裡面 三分之一都沒有了 其實他都說 不知道後來會不會再倒閉 其實 整個UA上次都已經倒閉了 其實你現在真的很害怕 因為你 哪一間呢 好像英國時代都夠淒涼了 開了有幾天 而且你一旦戲院一開了 所有東西就好像叮一聲這樣計算 計算 他租金都要交回 所有東西都要計算 所有東西都是錢的 已經不是說 我不看沒問題 那種的 其實這個不關乎你一個人的事 其實真的 是的 整個行業 你可以發行 電影員工 其實很好笑 為什麼會有些電影院會請人 我們都奇怪 有人問為什麼會請人 當然了 你生了這麼久 其實是沒有工資出的 我們認識一些在戲院做朋友 他們真的沒有工資出的 然後有一部分人為了生活 其實已經轉了一行 變了 你會不會這樣進去 我怎麼知道你神仙某時又停 那我真的 我真的 到時真的 所以這個是很無奈 整件事是 我作為觀眾 說真的 我們只是去看戲 但是你要想在裡面工作的人 其實 每一天都會心驚膽跳 喂大哥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生 排片那些也是慘的 你看到其實有些片 已經是沒有排上去的 直接上村流 因為那個時間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上戲院 那些戲就排山倒海 這樣倒過來 那你看到多少才說真的 現在又玩又壞 它又要給你一半的入座率 你神經病 一半的入座率 是不是有一個報道說 其實第一天的開話 其實好像很多人去看戲 實際上其實那個票房是很低 因為你只能夠有一半的入座率 是啊 其實是怎樣 變成你的戲院你坐不滿的話 你上去奇異博士二 你還是只剩下一半的票房收入 你想開多些場 你都開不了 那你現在就唯有等政府 之後再放寬那個入座率 那是黃恩大社 我真的不看好 其實我都覺得很 肉隨真板上 你想碰 怎麼碰 那個龍門就不斷不斷搬 其實很無奈 你聽這些電影從業縣 其實都很生氣 但是他們可以怎樣做才行 你根本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香港已經成為Batman最遲開畫的一個地方 以往就是日本 經常都說日本 我們都做完一段時間 你現在才播 食肆 日本人都播完 你已經輪到我們播 直接有些人是 為什麼 其實我想問 為什麼他們會看到 他們除非是用VPN看 HBO Go 還是怎樣 不是 HBO最近就已經把編褲額上架了 如果你看一些老藩的串流平台 其實已經有一些很漂亮的資料 是你可以看到的 當然我們做這些電影節目 就不會看老藩 絕對不鼓勵 支持得戲院就支持戲院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些人專門看 因為他們要避開那個防疫政策 所以他們就從其他不同的渠道去看電影 例如看串流 有些就說要捍衛電影文化 堅守電影文化 接著又說 那些人看串流是 背叛戲院那些 其實我覺得 不用想到這麼極端 我覺得 你現在這個資訊年代 其實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不同的方法去接觸電影 為什麼 就是要這樣硬生生去批判另一邊的人 做的事情是在破壞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為什麼不可以寬容一些呢 還有你有沒有想過 有些人是不方便出門口的 可能是一些殘疾人士 他們難道沒有權力去看電影嗎 所以這些都是奇怪的 說多一點點 就是有關電影的 香港國際電影席 就宣佈了 在8月15日至31日這段時間 就舉行的 我覺得這個時間 其實也是一個挺好的時間 就是 他的時間好像是和原本的時間 比較好像是拉長了 原本好像只有12天而已 其實那是否加上 就是下日國際電影節 會不會 我覺得像是 沒錯 他原本那個時間應該是深刻IFF 那他現在就 將那期就移了下去 即是下日國際電影節的時間 我覺得也是一個恰當的時間 首先 應該去到那個時候 應該就是 我猜戲院的入座率 應該就會 有一個更加大的放寬 第二就是 那段時間是暑假 那就 應該那些人會多些時間看電影 還有那段時間 其實本身也是有一個電影節在 那我覺得 這個時間 其實安排都恰當的 至於你說那張圖片設計成什麼 其實我又不是很關心的 但是我知道 這次他會加了一個場地 就是這個M加的 M加就是一個新戲院 那他就有三間院 分別有這個 180個位 60個位 以及45個座位 那他可能用一個大的戲院 那M加的那個位置 是會比較偏僻一點的 但是我看回資料 就那個西九高文化區 其實他有一條天橋 是通去的 其實已經開通了 那條天橋也升了3億很貴的 那多了一條天橋 其實你由九龍站走去M加 其實我估計10分鐘左右 我先找日試一下 我找日試完 告訴大家 那但是 但是可能要遇到 如果你在長期之間 你可能 飛撲也沒有那麼容易 那如果他拿 他拿那間院 我希望他拿完完 那間院 我想不會 但是我知道 我走過M加那邊 其實他那裡 應該有一條路 是直接去中港城的 然後你如果 你由文化中心走過去 其實 都遠的 其實都遠 很遠的 很遠的 其實M加那裡 是填海區來的 是油麻給 到船國那邊 再遠一點 在西瑞隔離 很遠的 是的 其實不可以 大家飛奔都是不可以的 都是趕著自己的 所以 我明白他為何會加到場地 那你建了 用什麼 其實算不算公加 M加很久 用公堂建的場地 一半半 他是由另外一個公營機構 去管理那個地方 可能今年他除了是用公營機構 還會 K11 依然會成為這個 田影節的 合作夥伴都未頂 還以為是他 K11 應該不會 自從轉了手之後 其實上次 這些 聽回來 其實未一定是確定的 好像不是合作得很好 所以應該會轉其他的 其實近期 如果你有留意 其實近期 電影節 那個Cine Fan 其實已經轉了 合作夥伴 如果大家有留心 是轉了去英王 I Square 其實這個是更加好的 因為近我回家 近的 近的 你說元芳應該沒有可能 都沒有了 因為一來他是遞屬八路會 二來其實 我覺得都有點可惜 因為元芳以往都是很多 大小電影節都經常選擇的地方 但是他自從他翻了手 由八路會館之後 其實 疫情之前的大片 他都依然入座得很高 但是呢 他疫情後 加上他新開了之後 我發覺其實他入座得很低 其實 他真的不幸運 他真的不幸運 就是摺了手之後 真的不幸運 是不幸運 以前Glenn的年代 真的 真的盛世來的 我覺得是 盛世 是一個盛世來的 我真的覺得他不幸運 還有 之前呢 早年就跟八路會有合作的 但是好像 都是很麻煩的 其實雙營機構 還有公營機構 他一定會有互相的 有個利益上的衝突 或者是那些排片問題 所以就 有些不是很好 所以 八路會自己都搞 搞AAF 是咯 所以更加不會跟你合作 但是他現在合作英王 其實都OK 其實你看出英王那個戲院 其實他都想大搞的 當然如果是 我們住港島區的人 希望他可以在這個 時代廣場會有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有 時代那間院 因為他現在的票 他會畫位 那他不需要 畫出一個位置 來給別人排隊 那 你不需要安排位置 給別人排隊 就會比較容易安排的 還有 我是贊成 電影節是要畫位的 嗯 我也贊成 至少 你每次進去好像 好像那些什麼 美食展 在那邊衝進去 很奇怪 還有現在 你們這麼喜歡說防疫 對不對 排隊真的很危險 真的很容易出事 不如先畫位 其實畫位 對我們來說 趕場的人 其實會有好處 至少我知道我一定有位置坐 我知道我會坐什麼位 不會說你開刀 其實大家都感受到的一件事 就是在七刻之中 那些人在找位 其實是很滋擾的 一定有人遲到的 其實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性 在經那個畫位 我不知道 Annes 你那時候去看 虎山是否有畫位 是畫位的 是啊 定了的 所以如果你坐錯位 職員和那個當事人都會發現 我試過就是這樣 在七刻之中也是坐錯位的 不過幸好 職員帶得好 立刻幫我找一個位置給我坐 這樣 是啊 因為我們去台北電影節 其實都是畫了位 我們覺得其實 感受過外地人的電影節 人家畫位真的方便很多 至少不用 去搶椅子 大家很奇怪 還有我忘記了台灣是怎樣的 但是虎山那邊就是 你遲了15分鐘之後 他就不再讓你進去的了 台北也是 台灣好像也是 台北也是 是的 這個真的不能爭辯 因為你再進去 他就是會打擾到其他人的 其實你也看不完整部電影 你看到什麼 遲了15分鐘 就是這些自己想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將會有電影節 將會見到 阿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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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電影會否有風再起時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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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好像 是不是已經拿了批文了 拿了批文 拿了電影 拿了電影 今年那個 今年是 是不是 許冠民拿那個什麼 終身成有罪 是的 可能另外有些宣傳 之前焦點經營就做了許冠民的了 是的 因為風再起時 他有品演 還有看到鄭丹瑞 他有個 頁面裡面 有 林朝偉和郭虎成 而那個版是寫著風再起時的 我想是已經有訪問 做了訪問 但是應該會容口才會再出街 那就看得怎麼樣 這個香港國際電影節 我也會支持一下 可不可以 譬如文化 大了 另外一宗消息是關於我們 我們有協新的關係 其實都是 你說納粹嗎 當然 這些很協新的 我們 納粹最近有一些不利消息 首先就是因為 就是他那個客戶開始下降 因為這一季呢 他剪了俄羅斯服務 沒有了70萬客 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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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隨時報之下 減了20萬下 那麼你那些投資者 看到 Netflix的用戶下降 就很害怕 那麼股價就立即跌了兩成多 那麼 那麼他也預告了 首先第一就是 就是他那個 客戶的數目他都會繼續下降 那麼 你客戶數目下降 我説 那麼現金流減少了 那麼你要想辦法開完 那麼你怎麼開完呢 那麼其中一個最快的方法 就是加價 那麼最近這兩年呢 就 其實美國Netflix都加了價 都加到要十幾元美金 才有個四人計劃 就是要百幾元的要 就是說他預告定 明年開始會有這個打擊 共享用戶的措施 因為他也知道有很多人 就幾個人一起 就夾粉 就開過Netflix帳戶來看電影的 那麼他覺得這樣 那麼 他一開始就很寬容的 甚至乎那些高層說 你就隨便 你就隨便夾粉用 用計劃 我們不介意的 那麼但是 後來發現 原來很多人都是這樣 幾個人夾粉 開過Netflix帳戶 覺得不對勁 那麼所以他就 就是想 怎麼對付這幫人呢 那麼其實現在南美有幾個國家呢 其實他也實際一個新的措施 就是說 如果他 他是 detect到 你們那幾個用戶 不是在同一個家裡 的話呢 那麼他會收付加費 每個人收 兩三元美金 以上 那麼我相信 這個措施 遲些都會 在全世界推行的了 那麼你增加收入 當然要這樣 其實我自己 我不介意你加價的 我也不介意 如果你加價是合理的話 那麼我 你每個人給多二十幾三十元 我覺得 又不太貴 就是你進戲院看電影都 整個水 還有我覺得 Netflix 他的紀錄片 是值得去看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就是 好像你剛才說 加兩三元美金 我又覺得 我絕對是可以接受 但是他千萬不要想 其實他有一個方案 就是想到一個方案 應該不會實施的 希望不要實施 就好像呢 好像YouTube那樣 會播廣告 嘩你真的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你看一下 你突然間插廣告進來 你真的粗口都爆了 我覺得你看一個廣告 怎樣加法 就是如果 例如說 你在戲院平時 你入場 開場前 你都會看到有廣告的 你給錢入場 都會有機會看廣告 我覺得沒問題的 就是如果 Netflix 在播幕那套戲之前 可能去播一兩個廣告的 就像ViuTV那些 我又沒什麼所謂的 最多我就是 在你播廣告的時候 我去廁所而已 沒問題的 這個 這個可以接受 這個可以接受 但是真的很怕他 好像YouTube那樣 突然間你看一下 插進來 我真的搞不定 我怕他想起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你加多一點錢 就會沒有廣告 但是如果你不加錢 就會有廣告的了 那我真的大件事 那他可能 他剪一套劇的時候 可能他要 加刷一些 就是廣告的 intermission 其實是會限制了你的創作的 一定就 沒有 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寧願你加我一點點錢 你也不要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 不可取的 你只會流失更加多 尤其是現在 這個串流平台 那個競爭 這麼大 那 我不一定看你 你現在是最大的 還有他手上有一些 叫做什麼 黃牌劇都圓了 那其實呢 他現在有個隱憂 就是他 沒有一些很吸引 觀眾的黃牌劇在手 你 你 Disney Plus 其實你馬虎那堆劇 和Star Wars那些劇 真的 真的很吸引 那 還有 是不是HBO 之前不是做 Peacemaker 也是很 叫好叫做 那 我忘記了 是不是有套叫Hero Hero Hero是否在HBO 我不太記得 人家是不斷在拍這些大劇 這些劇 這些劇 這麼吸引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真的會流失一些客戶 去其他的串流平台 一來已經有競爭對手 二來是 Netflix 他有一個 近年開始被人說 一個救病 就是他很多的題材 都是牽涉一些他 對於一個 矯枉過程 譬如說他會 那套叫什麼呢? 什麼名門韻市 那套 或者是 他很多戲都是很堅持 就是 說就說破格 其實就是 滿足黑人 或者是 那些 平權交的 滿足他們的市場 譬如說 那些古裝片一定要 反傳統 現在我要女主角是黑人 或者男主角是黑人 或者譬如說 Netflix 日本也有一套電影 就說要 就是 債騰 誰呢? 債騰公 債騰公 是 那些 表面上好像很破格 其實就是 前面默化 是玩這些 玩這些 叫什麼呢? 就是 顛倒傳統 這些 這樣的題材 其實是 有點 古怪的 因為 大虎翁 阿倫 已經說了出來 還有 電影的水準 其實真的不是 都幾慘不忍道 哈哈 因為他用大數據 來去 決定買什麼片 以及拍什麼片 那 他是拆流量的 但是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忽略了那個質素 就是他 拍的量 他可以拍到很多 他 因為他 滿足不同的觀眾 所以 所以他就 一樣樣都可以拍到很大量 但是 質素就似乎 比較難去創立一些 真的拆得 省招牌的 一些品牌 就是 好像這樣 Disney Plus 他已經有星戰 又有Marvel 還有他們旗下的 其實 HBO那邊 有一些不同類型的戲 就是譬如說 最近那部 TOKYO WISE 是找 Michael Mann做監製 和導演的 已經很 是看過幾集 都覺得很棒的 那Netflix 就 就是Netflix最喜歡 找什麼呢? 就是找這個 拿一雷樂士 或者是 Adams Ladder 那些 就是拍一連串的戲 那樣 他Netflix 好像是觀能刺激 比較多的 但是難的 機率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我對他的電影 有時候他新劇 他現在不是知道 4月1號不是上了 什麼氣泡劇做的 你想不看一些 很難看的東西 你開來看 我包你半個小時 你已經想關機了 你看了嗎? 我看了很難定 我不想看 我看了半個小時 我真的覺得你想怎樣 其實也不好笑 其實他的故事 是取自一個藍本 就是那時候 現在拍《珠樓紀公園》 其實是 他就是在說 因為 因為 《COVID-19》 令到拍攝 其實都很有阻滯 他就拿這個來 做一個喜劇的題材 但是不好笑 你明白嗎? 整件事是不好笑的 而且很硬滑稽 他拍得很難 那個感覺是 那你 你覺得你做什麼 你 你開半個小時 我包你馬上認識的 很開心的 正所謂我們很久沒有說過 戲院的消息 我們都說了不少 我們稍後回來 不如我們 真的可以說說新上畫的戲吧 好